苹果刚刚发布了iOS 18.4的开发者测试版 那么这个版本里呢 最大的更新就是 Apple智能、苹果AI 它加入了对简体中文的支持 那么今天的视频里呢 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使用体验大概是什么样的 我这边用的是一台美版的iPhone 16 我现在登录的是美区的苹果账号 但是我的系统语言 还有Siri语言都设置的是简体中文 地区呢设置的也是中国大陆 在升级到18.4之后呢 我就可以进入到设置 Apple智能与Siri 然后在这里把Apple智能打开 我第一个想展示的功能是通知摘要 它大概就是比如说 我们收到了好几条微信 看这里 如果在推送的左边有这个小图标 这就表示现在这一行内容是苹果AI给你总结出来的内容 周末安排想看电影 尚未看哪吒 那么具体的消息呢是这样的 你周末有啥安排吗 想去看电影吗 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哪吒 但是目前呢 经过我的测试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就是如果我光收到的是中文 它这个归纳是给我显示不出来的 我必须先收到几条英文 然后它这个归纳给激活了之后 如果我再收到中文 它就可以给我显示出来这个归纳的信息 不知道这个是我这边的个例 还是苹果 它那边还在完善相关的功能啊 但是我们已经大概能看出来 之后的正式版本里 这个通知总结大概是什么样的了 另外我还要告诉大家 这个微信语音 它是没有办法总结的啊 因为从现在看来呢 这个苹果AI 它是根据你这一条推送 这里的文字给你进行了总结 它是没有办法读取微信语音 它本身的那一条音频的 你看比如说我这里发了两条语音 然后在总结这里呢 它给我概括周末安排 想看电影询问尺寸 库克询问尺寸 我不知道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反应 后来呢我回过神来 因为它这个通知概括 它读取的是通知这里的文字 所以它打这个三秒两秒 给当成了三英寸和两英寸 所以它会觉得库克在询问尺寸 这个通知总结也支持 很多其他的APP 比如像你的电子邮件 还有一些社交软件 比如说这里小红书 有朋友给你点赞评论 它这里呢会给你概括到一起 这个通知摘要本身也是支持新闻类APP的 但是呢因为之前这个苹果AI 它在总结新闻的时候 然后闹出过一些笑话 所以在18.3的时候呢 苹果把这个新闻和娱乐类APP的通知摘要给屏蔽掉了 所以像现在我这里凤凰新闻本身呢 它是有可能给我总结出来一些内容的 但是现在呢它是没有办法显示的 如果我们进到系统设置 通知 生成通知摘要这里 我们能看到目前像新闻还有娱乐类的APP 比如像Bilibili 抖音 凤凰新闻 现在这里显示是暂时不可用的 但是在之后的版本里呢 如果苹果完善了他们的相关模型之后 相信这些APP的通知摘要还是会重新开启的 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写作工具 比方说我进到我的备忘录 我这里有一篇我从网上复制粘贴下来的新闻稿 我点下方的这个写作工具图标 就可以打开它了 我这里呢可以让它给我查一查有没有语法错误 不建议修改 写得真好 我还可以让它给文章改改语气 比如说这里我想把第一段改得听起来更活泼生动友好一些 那么我这里选中第一段 打开写作工具 然后点友好 这里是原文 这里是改写后 嘿朋友们 还记得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吗 它最近升级了 我还可以给它提出一些我自己具体的需求 比如说 我在这里描述修改 帮我缩到五十字以内 看 它按我的要求精简出来了 这里还有一些其他功能啊 比如说我需要让它给我总结一下这篇文章 那就在这里了 它还可以给我归纳出要点 比方说这样 这个写作工具可以在系统的任何地方互出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微信里 我可以直接点击文本框 进入写作工具 它还可以和ChatGPT连通 给你进行一些写作 比方说我进到创作 库克邀请我去看哪吒电影 但是我已经看过了 请帮我给他写一条消息 拒绝他的邀请 这就有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电子邮件 如果我们进到邮件APP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它已经可以对你的邮件进行智能分类 比如说主要 交易 更新 还有推广 你也可以看到所有邮件 那么在具体的邮件呢 和通知概括一样 如果这里有这个小图标显示出来呢 就代表它这里 给你对这封电子邮件进行了一个总结 如果我们进到这一封具体的邮件呢 你可以看到这么长啊 在这里 你可以让它给你生成一个摘要 比方说这样 这个生成摘要同时也支持Safari浏览器 比方说我这里有一个非常长的网页 如果我进到阅读器 点击生成摘要 这就有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短信的智能回复 比方说我这里收到了短信 你明天有什么计划吗 想不想去逛公园 如果我在这里回复的话呢 它会智能地给我显示出来一些选项 比如说 好啊 一起去 不好意思 明天我有安排了 我这里就可以直接回复过去 那么经过测试这个功能呢 现在只支持系统自带的短信和邮件 它还不支持其他的第三方APP 接下来我们说说苹果AI里 关于图像生成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这个image playground 我今天才知道它的中文名叫图乐园 那么这方面的功能呢 目前在简体中文下还是不可用的 比如说这个根据文字生成图片的图乐园 还有gemoji 根据你的描述生成emoji的那个功能 还有相册里面给你生成回忆视频的功能 还有备忘录里面的image round 根据你的文字生成图片 像这几个功能 现在还是不支持简体中文的 那么目前在图像方面 唯一能用的功能应该就是这个相册里面的消除工具了 这个在之前版本已经有了 如果我进到调整图片 消除我这里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最后呢我们来说说Siri 那么在目前的18.4里呢 这个Siri还是属于半调子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就是像那些更高级的功能 像什么屏幕内容感知 跨应用操作 个人信息读取 像这些还都统统没有上线 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还是一些相对基本的操作 现在呢Siri对我们一些打Curve的指令 识别的更好了 比如说 帮我订一个10分钟的倒计时 诶别接 订8分钟吧 在这里了 最后呢就是Siri现在也是连通了ChatGPT 所以Siri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它会自动发到ChatGPT 然后帮你回答 比方说Siri 帮我设计一个四天三夜的深圳旅游计划 看它正在通过ChatGPT处理啊 这里就有了 另外ChatGPT和Visual Intelligence 视觉智能也是连通的 那么如果我们长按这边的相机控制按钮呢 你就可以用相机对准一些物件 然后通过ChatGPT进行识别和分析 好了 以上就是我用简体中文 对苹果AI Apple Intelligence进行的一些体验 用国行级的朋友们也不用着急 相信咱们大陆版的苹果智能 也非常快就要来了 这个视频大概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呢 别忘了在评论里告诉我 如果你也试玩了中文的苹果智能 你的感觉怎么样呢 也欢迎在评论里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想看更多类似的内容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